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上 当他临终的时候 或者他离开这个世界 常常很多带做什么 带很多一些遗憾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有这样的 我们不能带遗憾做的 我这一生的遗憾是什么 如果没有好好念佛 将来到西方节律之间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遗憾 为什么 因为人生很苦 这个世间真的很苦 你看你拼命的赚成 你天天的工作 你拼命的去做 去追求到最后 一样东西都带不走 你说苦不苦 很苦 所以不能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地藏王菩萨 其实他可以成佛 而且他早就成佛了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成佛 他愿意做菩萨的身份 他愿意 他不想成佛 其实他已经成佛了 但是他不想成佛 所以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月圆经看到什么 地藏菩萨常讲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只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你看 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他要到地狱去教化众生 他为什么要到地狱去教化众生 那个地狱很苦 真的 人在那个地方真的很苦的 谁愿意去的 地藏王菩萨愿意去 他为什么愿意到那边去呢 我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要到那边去 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 不忍心看到众生饱受折磨 才发这个大怨 把地狱的众生 救上来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最后 给大家来说明 所以地藏王菩萨 这一种慈悲的精神的愿力 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读他的经 真的我们有时候想不明白 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要这样做呢 我们常常会这样想 明明知道很苦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地方 明明在打仗 在战争 是很苦的 但是他拼拼命的 要往那边去做一功 有时候我们想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不过了解 所以地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众生受的苦难越多 菩萨的悲心他就业重 别人不愿意去的 他都愿意 别人不愿意吃苦头的 他啃吃 悲心到了极处啊 所以在佛教里面 称为地藏王菩萨 称为什么呢 永做幽名教主 西方其的世界教主是谁 阿弥陀佛 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是谁 释迦牧尼佛 地藏王菩萨 是谁的教主 是永做幽名的教主 幽名是指什么 就是指地狱 我们常常讲的幽名界的 幽名界 这些人已经往生的这些人 幽名界的 这样的精神呢 我们值得来学习 所以你要学习啊 你看 师父当学这一部地藏经 在学这个稿子的时候 在看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所写出来的 都是把这些最精华的 给大家分享 不然的话 你看整部地藏经 这么大本 这么厚 你看这么大的一本 很厚啊 每一次在学这个地藏本应军的稿子呢 那心里面呢 一种精神啊 一种精神啊 重重再发出来 为什么今天要学地藏王菩萨 因为我想要离苦 我真的很想离苦 这个索普斯基真的 不值得我们留念 不值得我们去过于执着 为什么 你过于执着 只有带着痛苦 你过于只有留念 只能带来烦恼 所以赶快 能够放下的 就放下 能够去做的 我们去救 随意而安 这样过的日子啊 你才能够快乐 不然的话 每天在那边计较 每天在那边痛苦 每天在那边胡思乱想 到最后 又照页 又不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何必呢 没必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跟一切众生来计较了 今天我们学习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跟一切众生来对峙 我们今天来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讲别人的过失 不要看别人的过失 把自己做好 就对了 这个就是念佛的精神 这个就是我们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